量载 影响准度稳定性的因素有很多 有的量载是后手不稳定 无法朝着眼睛看到的方向发力 有的量载则是因为心理因素 机球时太过担心白球机球点打不准 而忽略了对进球点的锁定 有的量载则是发力绵软无力 还有的量载则是对进球点判断不够准确 接下来我将用连续的几期视频 把所有关于准度的问题进行详细的分析 并给出针对性的训练方法 今天先来讲解一下眼手一致性 也就是说眼睛看到哪里 后手就能将球杆打向哪里 这里主要训练三个重点 动作的直线感 机球的节奏感 以及出杆时的注意力 动作的直线感需要通过空杆训练 才能快速感知得到 此时你需要先在远处 放一个巧克风上面放一个目标球 目标越远 动作的直线感就越好 趴下来将球杆对准瞄准点 此时需要注意三个停顿 回杆前的停顿 回杆后的停顿 以及出杆后的停顿 直到球杆在整个过程当中 都始终指向目标 利用这个训练 将眼睛的注意力放在目标上 而不需要盯着球杆 只需要用余光感受球杆的方向 当出杆停止后 再去仔细对比一下 球杆方向的精确度 这个训练可以迅速地 让你形成眼手一致性 接着开始训练 击打母球的眼手一致性 只要让白球能够稳稳地 撞击目标点 就必须要让杆头 打在白球的中轴线上 击打在左边 白球就会被挤到右边去 击打在右边 白球就会被挤到左边去 这也是很多人 打不准的原因所在 所以这一步训练要求 就是垂直击打裤边 笔则弹回来 能够碰到杆头即可 有了以上的基础 就可以开始训练 击打目标球时 眼睛的注意力 由于我们刚才已经训练过了 眼睛盯着目标点 进行出竿的基础 此时只需要加入一个 击球前的瞄准步骤 就能将球打进了 每次瞄准时 都要感觉白球的最左边 和最右边的边缘 向前延伸出去 这时你会看到一个冷腰梯形 如果你的视线 发生了一点点偏移 就会明显地看到 这个梯形变形了 所以这两条辅助线 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进行瞄准 此时球杆只需要刚刚好 放在这个梯形的中间 就可以像空杆训练师一样 眼睛看哪里 后手果断出击 球就能进了 亮仔 你记到了吗 下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